超光速旅行科幻作品中不乏被人类探索深空的描写 而要探索深空就涉及超光速 在本文中 科学家考证迅速穿越宇宙的各种可能方式是否真的可行 例如虫洞 取复引擎和一种叫做负能量的神秘物质 你已打好背包 等待从航天挡成飞 你可能会想象宇宙飞船上将播放什么电影 尽管长途旅行从来都不是你的偏爱 但一旦抵达目的地 你就会觉得这趟旅行实在太值得 不过 这次你不是跨越大洋去另一个大路 而是要旅行到几千光年外的深空 恒星际及恒星之间 或称深空旅行是人类长久以来的一大梦想 它也是科幻大片的一个常见主题 前往遥远世界 深入黑洞观光 或者把人类从冰死的地球拯救到深空乐土 好莱坞大片深空中 一群宇航员使用穿越时空的捷径 虫洞 探寻整个宇宙中的可居住世界 在考虑深空旅行时 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巨大的距离 离地球最近的恒星除太阳外就是比灵星 它距离地球40万一千米之遥 请注意 40万亿就是次的后面跟着13个灵望 这样的数字真是笨重 所以科学家创造了光年这个距离单位 一光年是只一束光在真空中 也及宇宙空间一年中走过的距离 等于9.5万一千米 就算是以光速从地球出发和旅行 也需要4.2年才能飞到比灵星 科学家之所以选择光速 是因为光速是宇宙中最快的速度 19和20世纪进行的多项实验显示 光速看来是 你能穿越空间的绝对速度极限 迄今为止 地球人建造的最快的飞船 是欧洲空间局 简称欧空局的太阳神系列探测器 太阳神一号20世纪70年代中期 它们已超过每秒70.22千米的速度飞过太阳 这与每秒约30万千米的光速相比 简直不值一提 比灵星是地球的近灵 所以才称为比灵星 大多数恒星与地球的距离 是比灵星与地球之间距离的几百倍 几千倍 几万倍甚至几十万倍 如果要让深空旅行变得可行 就必须找到能绕过光速限制的方法 虫洞的用处就在于此 实际上 虫洞是广义相对论的一个基本话题 什么是时空 时空是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使用的坐标系 其中 时间被视作一个代表第四维度的可变量 与三维空间没有任何区别 没有人知道时空是否只是一个数学代念 还是在物理学上可行 探测时空结构的努力契机尚未成功 虫洞广义相对论是爱因斯坦对宇宙的描述 它提供了一个叫做时间空间简称时空的坐标系 所有天体都位于这个系统中 时空经常被描述成一个延伸在整个宇宙中的连续结构 当你在时空中移动时 就是在时间和空间里都移动 天体扭曲这一结构 尽管这种扭曲对我们来说几乎不可见 它却创造引力 时光线偏转 虫洞是穿越时空的隧道 可以把它们视为在空间往复旅行时 能借以避开长距离的捷径 或许很多读者都知道 虫洞 来自星星的你里面的都教授 就是通过虫洞穿梭于宇宙之间 虫洞这个名字 是由美国科学家约翰·惠勒在1957年的一篇文章里首次提出的 其实 早在1935年 爱因斯坦及其同事南森·罗森就调查过这种可能性 所以虫洞的正规名称是爱因斯坦·罗森乔 而一名德国数学家在1925年就提出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虫洞看来是亚微观及细微结构 它们看似有天然不稳定性 因此 就算亚微观虫洞正在持续形成 它们也可能在有什么东西 穿过它们之前就坍塌了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家基普索恩 201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星际穿越科学顾问的研究发现 如果在虫洞形成之际能给它引入某种合适的能量 虫洞就可能被稳定和扩大 因此使得虫洞旅行可行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这种合适的能量从何而来 科学家的回答是 它很可能不是我们已知的宇宙能量 问题在于 这种能量必须能施加所谓的负压力 为此 必须有某种能产生负引力的负能量或负质量 1997年 科学家发现宇宙正在加速通胀 他们认为 这是由空间充满的一种负能量导致的 他们称之为暗能量 但虫洞比暗能量还要怪异 尽管如此 科学家还是开始研究暗能量究竟会如何影响虫洞 结果并不好 暗能量会遵循其异的量子力学定律 这些定律适用于超细微结构 研究发现 暗能量的位置和动量都无法被准确决定 这会造成虫洞模糊 也就是说 穿越虫洞后你最终会止于何处 止于何时 都是不确定的 换句话说 你确实可以在时空中找到捷径并且采用 却不能掌控目的地或到达时间 不得不承认 虫洞这个概念实际上很粗糙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它完全超越人类的技术能力 也就是纯粹属于科幻范畴 怎样建造虫洞运用复杂的技术和一些暗能量 我们有可能创现虫洞 穿越时空 以获取负能量第一步 是找到一种负能量源 让它抵消天然形成的虫洞容易坍塌的趋势 这种能量必须以某种方式储存 从而克制它让自己周围时空膨胀的趋势 这涉及高端技术 而且是否有合适的负能量存在也不能确保 二找到虫洞虫洞 有可能在宇宙中小规模的连续形成和消失 量子泡沫是通过超强力显微镜和粒子加速器 看到的时空连续体 这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技术 或许能恶住一个超续微虫洞的咽喉 三军已搞定一旦虫洞被采用负能量稳定下来 一艘宇宙飞船就可被送入虫洞 看它最终如何终结 如果它终止于无用之地或危险之地 那就顺其自然 让它逐渐消亡 如果虫洞真的能形成一座时空桥 那就为它注入